老婆回来了 离婚协议书 签字 你实在跟我开玩笑是吧 不签识吧 法庭签 李达丁 我要让你为你的贪婪和虚伪付出代价 付出代价 我想知道你怎么让我付出代价 你别忘了 离婚的时候我能拿走你一半的资产 你该不会真的天真地以为 我费心费力去找陈叔融资 是为了帮你扩大公司吧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 要是没有这死融资 你怎么可能把所有的钱全部都堵出来 还有股份 车子 房子 这么说都是你安排好的 我太老了 对 所以说你早就知道我跟朱晓晴的关系 挑那天抓住我所有的八度 对 因为我太知道你有多贪了 离婚你不可能答应的 李达丁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啊 你们一家子全部都是吸血鬼 你就是个靠女人消费的软饭男 继续说 你这个卑鄙 下流无耻的贱人 我发现你以前不带小视频的 那是以前 我现在已经变了吗 你笨蛋 你干什么 你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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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像头 还行 你比我想象的可聪明多了啊 但是你跟我斗 还差点 我干什么 你 是不是打架了 哎呀 肯定打架了 我进去劝一下 你觉得他俩要是动手 谁赢 他又说吗 肯定是大力啊 这就得了 爱情就是欠揍 让你弟弟啊 好好收拾收拾他 咱俩一会儿再见 你怎么摔地形了 这么不小心呢 啊 你 你 你放开我 你放开 救命 我 我 我 你 就算我不在你身上留伤口 我有很多办法折磨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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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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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八蛋 你都会做的什么 夫妻两个人在浴室 你说能做什么呀 啊 哎 郭律师 你现在知不知道 你已经擅闯民宅 知法犯法呀 去 你打我 我高死我 混蛋 我等你来干我 爸 老爸 早点回来 晚上继续 原告方陈述诉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原告诉求 一 请求与李大利离婚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因被告婚姻存续期间与他人同居 二 实施家庭暴力 请求损害赔偿 被告 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发表答编意见 离婚 财产分割 赔偿 这些我都不同意 我想不通我们夫妻的感情这么好 为什么要离婚呢 举阵致阵 举阵致阵 原告进行举阵 被告 被告 对于原告的举阵 发表致阵意见 法官大人 你怎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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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不知道 这徐春芝啊 凡人就是贬低她儿媳妇啊 说什么不下蛋的鸡啊 好吃懒做的败家娘们啊 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得出来 你站着忽怜怜什么你 死老婆子 我撕了你你信不信 宿主 请注意法庭秩序 你站着我也得说呀 我们小区谁不知道啊 你们家买房买车 还有大力的公司 都是爱亲娘家人出的钱 你们大力之前就是个理发师 哪来那么多钱呢 你知道个屁啊你 更搞笑的 他还说儿媳妇懒败家 他自己呢天天打麻将 不到天黑是不擅长的 因为他从来没赢过 我们背后啊都笑话他呢 请注意法庭秩序 你给我等着 被告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方当然没有异议 请原告继续举阵 什么长 请大家再看一下这张单子 这张单子里显示的金额是四百万 这笔金额作为公司盈利 应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2018年9月11号 李大利 其母亲徐春芝的个人名义 在滨江小区购买了一套两居室 2019年的7月8号 李大利又以同样的方式 转出了30万 以其母亲徐春芝的个人名义 进行投资 以上这两件事都是在我当事人 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 被告发表执政意见 我没有偷着转移财产 是爱情请狗答应的 我姐和我妈都能给我作证 没错没错 这个我们家是商量好的 被告 你确定挪用430万 我当事人事先知晓 嗯 那好 请大家听一下这段录音 为什么给你妈买房 花三十万给你妈投资工作室 把我的股份转移到你的名下 这一切都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 对不起 不 这这怎么可能呢这个啊 即便知道你偷偷转走了四百三生 我当事人仍就想要原谅你 只可惜 我当事人的善良 并不能换回你的良知 爱情 你跟我玩阴的是吧 啊 被告 请注意你的情绪 法官大人 这一切都是他计划好的 都是阴谋 你千万不能相信他 被告应就己方抗辩 提供证据 行文长 我警求播放一段视频 这不可能不可能 视频内容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想必 不需要我再多做解释 对于被告毫无人性的家暴恶行 某方坚持追究其责任 根本都不是这样的 被告 请注意情绪 如果对于原告的证据有意义 请你在矩阵阶段出示证据 我承认我对爱情做了过激的举动 但为什么 他用语言羞辱我 我为什么要羞辱我 是因为你背叛我 背叛我们的婚姻 照片的事情 我已经给你解释多少次了 你为什么就是不信 市门长 鉴于被告的言辞 我没有证人可以证明 我当事人所说属实 请证人 周小吉 你来干什么 周小吉 我可以替爱情姐作证 我就被这个男人诱骗 跟他在一起待过一段时间 周小吉 你疯了吧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后来才知道 他是有老婆的 而且他老婆的父亲得了癌症 就在这种情况下 他居然想转移财产 让他老婆近身出户 这种人太可怕了 而且我也很内疚 我想弥补爱情姐 所以你们刚才看到的视频 最后一条就是我拍的 我拍的 虽然我家里穷 但是我不想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 而且我今天来这儿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我举报李大力逃税 周小吉 你知不知道这样你会害死我呢 周小吉 我那么多鸡汤白给你熬了 你个白眼狼 我跟你拼命了我 干什么 这是猜场吗 我说的是实话 作为一个合法的公民 我既然站在这儿 我就要说出事实了 李大力这些年挖空心思想要逃税 还自认为自己很聪明 我才不去演戏真是可惜 你肚子里孩子是我的 我是他爹 你说不怕孩子以后出生 恨你吗 我跟许潇在一起已经两年了 我们俩一直很相爱 在进入你们家之前我就已经怀孕了 如果不是因为你引诱我 我是绝对不会走上现在这个道路的 没有了 孩子不是国家 对 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 他的父亲是许潇 朱晓晴 你 放心 咱们掌握的都是有力的证据 加上朱晓晴的证词 李大力这次彻底完蛋了 你好像并不是很开心 郭律师 你爱过一个人吗 就是 不顾一切 那也就算跟全世界为敌也要跟他在一起的那种 你说的那种不顾一切的爱情 我也没有体验过 不过还挺向往的 我跟他在一起 前三年 一句话都没跟我爸说 因为我爸觉得这个人不靠谱 他没有办法好好照顾我 我为了爱他 我把全世界都抛弃了 我给了他一切我能给的 我用青春最好的八年去陪他奋斗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你爸是对的 或许他从来没有变过 只是你当时被爱情蒙蔽了双眼 是我眼下 好了 我们先去那边 一会儿要宣判了 通过刚才的法庭举证制证 法庭调查 法庭辩论 当事人陈述 经过合议庭的合议 本庭对本案进行当庭宣判 本院认为被告李大利在婚姻期间有隐瞒原告私自转移夫妻双方共同财产的行为 且行为属实 被告李大利在婚姻期间对原告爱情女士实施家暴行为 情况属实 原告在婚姻期间还跟第三者朱小琴同居六个月零八天 情况属实 根据婚姻法判决如下 一判决原告爱情被告李大利离婚 二判决原告爱情被告李大利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被告李大利婚姻存续期间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证据确凿 好 判决被告李大利向原告爱情支付赔偿损失 爱情 怎么样 赢了 太好了 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会好起来的 拜拜 谢谢你 郭律师 谢谢 还行 你现在是不是挺得意的啊 晚上少走烟路 小心死予非命 你还是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李大利 这不是我亮哥吗 钱呢 钱你找他 钱都在他那儿 那个我这这这钱是我替他借的 我现在净身通控了 我是一分钱都没有 钱都在他那儿 你给 不好意思啊 我跟他已经离婚了 谁跟您借的钱您跟谁要去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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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靠我 小童子 快点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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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别打了 别走 对不起 大哥就站住 救命啊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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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了 我是真没钱 都在爱卿那儿 你把他车拦下来 你管他要他有钱 别有头再有猪 我把你找起伙 你们干什么 走走走走走 警察同志 谢谢您来得正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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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是救了我一命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去哪儿 李大利 你涉嫌逃税漏税 麻烦你跟我们回去趟 警察同志您弄错了吧 我不是公司的法人 那个爱卿他 那是他才是法人 那么偷税漏税也是他的事 跟我没有关系 我告诉你那个女人特别坏 你要去赶紧抓他警察同志啊 我先走了没事 李大利 你不知道 我们其实调查你很久了 你们公司两年前的法人 可不是你的前妻爱卿 带走 爱卿姐 也不跟你拐弯抹角的了 官司我们也帮你打赢了 你答应我们的一百万还差九十万呢 今天我们就是来要钱的 朱小琴 嗯 当初找你合作 就是打算给你十万块 然后老死不相往来 爱卿姐是吧 我了解过了 您这一仗要是打赢了 得拿好几千万吧 我们俩也只能为你赴汤蹈火了 您就给十万是不是太小气了 怎么 要加价啊 我们也不白要你的钱 我有一个办法 能让李大利一无所有 说来听听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想加多少 一口价一百万 你果然从来没让我失望过啊 爱卿姐 十万块可不是我们当初说好的价钱 朱小琴 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要举报李大利呢 她已经知道孩子不是她的了 我如果不举报她 她不得找我麻烦吗 而且老娘跟了她那么久 什么好处都没老找 就这一点 她就该 厉害 别配话了 赶紧给钱 对啊 爱卿姐 给钱吧 您请进来吧 谁 你最好别打什么歪主意 爸 大利媳妇 实在是对不住了 我替我家小星给你道歉了 我现在就带她走 我不走吧 别叫我爸 我怎么伸出你这个丢人见眼的东西 人家爱卿救了我的命 你不感激人家 还抢人家老公啊你 还不快走 我不走 我不走 我不走吧 我不走 哦 是你 是你搞大了我女儿的肚子对吧 他就是我肚子里孩子的爸爸 我要结婚了 你别管我 什么时候结婚 我 我没准备很结婚 不结婚 他不是我一个男人 谁知道孩子是不我的 学校你们没良心的东西 你再说一遍 学校你们帮我爸 你快走吧你 丢人哪 爸 爸 你穷了一辈子了我不想 还有你 爱情 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你靠你的脑子我靠我的脸 我们都是用自己的优势 去抓取自己想要的东西 面上问题就对了 那你得到了我 我 我跟你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我想要的东西 从来不靠伤害别人来得到 我人歇眼哪 快走吧 走啊你 走啊 走 走啊 我给你 我一人歇着 还行 你给我出来 不要脸 你干什么 他不能 赶紧 你掉上去 你掉下来 你也不能抵辑 爱情 艾总 对不起 我没拦住他吗 你出去吧 爱情 你这个黑了心肝的女人 你丧尽天良 为了几个臭钱 你不顾夫妻情分 你把大力告上法庭 你夺走了她的一切 你简直就是莫达害病 干什么 爱情啊 你个臭姑要脸的 抢我们家大力东西 你谁爱理得吗你 你老公现在在大明企业上班吧 你 你什么意思啊 他们公司老总最近在找我谈合作 我一直拒绝她 你说我要是答应她 并且答应她长期合作 让她开除公司一个小员 员工不过分吧 你要开除谁啊 我警告你啊 你要是敢这么做的话 我跟你拼命 拼命 要么现在马上滚 要么 我现在叫给她公司的老总打电话 你 展华 喂 王总 你 你 你别打 我 我这走走 展华 你干吗 妈 这老巷的工作不能丢 我说我们全家都靠着她呢 这个大力的事 你自己想办法啊 大力关着呢 家都没了 你还顾着夏春阳的工作 妈 那你不能这么说呀 这大力家没了 我们家不能跟这搭进去啊 反正 哎 这事我管不了 你想办法吧 爹 展华 没用的东西 你信不信 我刚刚要是再给她一些钱 她能当场跟你断绝母女关系 就是你这个非了心肝的女人 才让大力落到这不前地 我今天不是我 是你 你怎么这么说 她贪小便宜 你说她聪明 她花我的钱养小三 你说她有本事 她贪财 逃税 犯罪 你还觉得她没错 是你 是你没有下线的纵容 没有原则的维护 才让她变得贪婪 虚伪 无耻 这一切都是你亲手造成的 不是 不是我 我爱我的儿子 我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爱我儿子的人 不是我 是你 都是你 你给她的不是爱 是慢性毒药 这毒药一点一点 渗透她的内心 让她最后变成一个烂人 还有你女儿 就是因为我口头承诺 她要给她五万块钱 她就可以立即背叛你 唆使你答应外访 你想过是为什么吗 是因为你有问题 你思想有问题 你教育有问题 你做人更有问题 所以你的孩子 才一个个都变成这样 是你一手造成的 不是 不是 怎么会这样啊 怎么会这样啊 啊 恨我吗 恨你 我也恨你 我刚知道你跟朱小晴 搞在一起的时候 我想过要离婚 后来看你对我爸的病 这么伤心 我又想原谅你 但是你竟然把我所有的钱 都转移走 想害死我爸 你想跟我的感受吗 我跟你在一起八年 换来的执迷的无情 无耻 爱卿你真不要脸 你好意思说这些话吗 你摸摸你的良心 想想这几年是谁出去挣钱 你不知人图报就算了 你为什么还要害我呢 我知什么恩啊 是你把我所有的钱都转移走 害死我爸的恩 你找小三小四 想把我扫地出门的恩 你刚才说着这件事 哪些不是他妈你对我做的 他妈该判刑的是你 还真是好笑 我以为你对我 坏事做尽的是你 确实我该被判刑 李大利 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根本不能让女人怀孕 所以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孩子 好帮忙 一块女巨 商业女巨 对啊 你心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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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我公司还有事 我先走了 时间 地点 爸 我跟你说过了 你不要再帮我安排相亲了 这几年我都不打算再婚了 你怎么了 爸 爸 我喝点水 你怎么了 爸 别吓我 既然你不让我管你的事 你也别管我的事 爸 你走吧 我怎么能走的 我去哪儿 你把你公司管好就行 我 我们去医院好不好 我现在叫车 我现在叫车 你等我 爸 你 我手机 爸 我车叫到了 马上去医院 我们马上去医院好吗 有五六十多人了 还贪伤这么个病 我要是不在呢 你身边都没个直冷暖的人 我怎么安心 爸 你别这么说 你就去看一看 真看不上了 爸也不勉强你 爸 我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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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您没事 我答应你 您不是 我答应你 您不是 我答应你 您不是 您不是 民主的 然后 Of 早知道是你 我就不用费这么大劲 拒绝我爸了 你这么说 是觉得我还挺满意的吗 什么跟什么呀 是你的话就方便多了 你也是被家里人逼来的吧 我也是 我们回头啊 就跟家里人对付一下 你就说我离过婚 年老四衰 我就说你年纪太轻了 不够成熟 不够稳重 我公司还有个会 先走了啊 等一下 我可不是被逼着过来的 你可能不知道 我为了让你来这儿 讨好叔叔有多百里 我早上八点半 帮他抢超市打折鸡蛋 晚上六点半准时 陪他跳广场舞 四个月了 很可怜的 你帮我爸抢打折鸡蛋 还陪跳广场舞 最近我还在学上棋 明天叔叔约了隔壁甜大爱家的女婿 比赛 我的任务就是让对方杀得片甲不留 厉害 其实我想见你 是蓄谋已久的 我对你跟着我家的组织 一起看下去的 明天我把第一条 我会再做一个小答案 我等你交的